全新ICI油漆專門店 熱誠的油漆專家隨時為你效盧 5328號Highway7 Sigma Feel More對面 WOW TV觀眾更可獲禮品一份 ICI Paint, Stay Spilted 繼續投資有代的時間 星期四有Ronald在 今天當然是期權星期四 是, 期權星期四 今天跟我們說一下期權策略 上次你帶過一個例子 就是Royal Bank皇家銀行 是, 沒錯 教我們怎樣 你用期權投資 在皇家銀行上怎樣去獲利 是, 希望有些客戶 你不要客戶 聽眾真的賺到少錢 今次不如跟我們進心一些 說一下怎樣用期權策略 儘量增加我們投資的回報 好, 其實還沒說期權策略之前 你先說說一個我們叫股市的波動性 因為其實股市很多時候 有我們叫Volatility 波動性的指數 比如波動大的時候 即是同一天上落股票價錢 升的都比較大 同樣風險就會大了 比如你看回 你說最近股市是不是很波動呢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特別的指標 而在多倫多很多人喜歡看的 就叫TSX 是 多倫多的TSX 有一個買賣的股票 我們叫XIU 剛才你在 影片裡也說過XIU的收市和活躍的指數 那個價錢 其實XIU本身可以有一個 指數的波動性 如果你看回加拿大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公司 不是公司 的地方叫滿地可交易所 就是這個MVX的指數 沒錯 去到滿地可交易所 你看到一個指數叫MVX MVX的指數就是 代表XIU的股票 波動性的指標 你見到在過往的一年裡 這個指標 這個剛剛同意這個不是一年 是說今早的 波動指數其實在下跌 反映出的市場對XIU 都是比較樂觀一點 也不是覺得它太危險 如果你整體 長遠一點 就看回XIU 是在升 在你面前 XIU現在價錢大約是十七個多 但這個是黑色的線 而綠色的線 就是MVX的波動指標 你覺得它在過往一年裡 除了在去年 即今年的四份 是比較高出了之外 一來講都比較平穩 而且最近微微下跌 在這種情況裡面 我覺得在你買股票的時候 做投資 你可以明白到 波動性 懂得用一個保障的方法 去保障 其實說到底 原來MVX背後 都是運用了期權 來做這個指標出來的 這個比較深一點 它運用了一個 剛剛倒價的XIU期權 去做這個指標出來的 變成它看到最近XIU期權的波動性 的價錢上落 就得出的結果 其實換句話說 如果那個指數或市場 越波動的話 賺錢的機會也越多 當然了 但風險也大了 不過這樣 如果看回多倫多 是 那個股市 譬如相對美國 一定是比較穩定的 沒錯 那會不會說 如果在多倫多 去買賣這個期權的時候 可能獲利的機會 也是比較小 沒錯 因為那個波動性 少了的時候 那個期權上落的價錢 也會少了 穩定了 變成你在那個所謂叫做 speculative 去賺錢方面 就會少了 不過這樣 你可以用另一種方法去玩 譬如說 買了證股之後 就用那個叫做 收期權 收股租的方法 去做一個穩定的回報 這是另一種玩法 可不可以跟我們簡單說一說 簡單很簡單 譬如說 平時人們買房子 當你 要興你買房子的時候 你買房子 投資 你會把房子 租出去 去收一下租 當然房子會有機會升 有機會跌 但是租 要不停地收 原來股票一樣 當你買了一隻股票 譬如XIU的股票之後 你可以將這隻股票租出去 運用一個叫做 call option的方法 將它租出去 每一句收小租 收小租 租均方面 未必很多 但很穩定 將來就算你那個XIU 升好或跌好 等於房子有機會升好 或跌好 你都不去擔心 你都會收到租 起碼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收入 沒錯 今天跟Ronald聊過 又學多一項新的東西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有機會 又找Ronald上來 跟大家解釋一下奇權的策略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再見